OK 大家我们继续来上课 首先刚才我们说了 组件的生存周期 那么在组件生存周期的情况下 它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也算是一个 我们先把这生存周期说 这是一个图 这个图是整个从开始 一个代码 整个的一个过程 首先它会初始化 props type 等这些静态的一些资源 然后它开始运行 这个constructor 然后这是拿到super 运行super 然后运行第四state 初始化第四state 初始化以后 这个其实在constructor完事以后 刚才其实我们在代码里 那个流程里已经看到了 那么它在运行完了以后 开始调用component while mount 也就是说在constructor以后 在render以前 它会调用while mount 然后调用while mount以后 它会调用render 调用完render以后 它调用deed mount 在调用deed mount以后 这时整个会进入组件的运行时 那么组件的运行时的时候 它会看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state 自己的state是否改变 是否set state 或者说呢 它会看这个render 就是副组件 它的这个更新 它更新了props 引起的render 那么这两个都做完了以后呢 那么 底下呢 它这儿会经历一个叫 shoot component update 的一个判断 那么这个判断如果是true 那么它开始进入while update 也就是它这一次再触发render 也就是说 这两个都是触发render的状态 要么是props改变 要么是state改变 当然还有我们说呢 一个false update 那个也是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在 然后它决定要触发render的时候 那么它会先在这个前面 运行这个构子函数 如果你构子函数上 挂上了相应的东西 那么他们就会运行 如果你没挂 那就OK 那就那个那个 那它反正 反正它也会调用 你没挂 它也就也就没反应 就算了 然后是render render完了以后呢 是component deed update 是这么一个顺序 是component well mount render component deed mount 然后这是well update render 然后dead update 然后回去 又回到运行时 当然如果你要 卸载组件的时候 那么它会运行 component well unmount well unmount 一会儿我们会去 来做一点东西 来去实验一下 然后呢 它会调完这个 掉完这个以后 它会结束出去 那么这个是整个一个 react里边的组件的 整个运行时的一个时间图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大家要非常非常好的 掌握到这张图 这张图其实来讲 会告诉你说 它在什么时间 会掉入什么样的 勾子函数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出发render 什么样的情况下 不会 OK 然后底下呢 我们要说一下 这个数的component update 有的时候就是 我们会运行到 就是它会要update 然后在这个函数里面 它要有一次判断 或者返回 如果它返回处的话 那么就继续更新 如果返回false的话 就取消更新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我们先来试验一下 然后一会儿再说 这个东西干什么用 这个东西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用处 就这个地方 如果不这么干的话 这个会出人命的 好 我们先来 我们先来新建一个 007.xtm 然后 006 看哪个更接近 从这个来考吧 啊不对 Ctrl A C Ctrl V 好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整个看一下 然后Camp 1 然后Super State 等于0 iPhone State OK 那么现在 Mount WellMount 和DeedMount 这次我们都保留吧 我们都保留 这个东西 我们整个来讲都保留 都保留的话呢 那么在这里边呢 有一个 我们要新加一个 这样的函数 叫做 should Uld should Component Update OPDAT OK 那么在这个函数里面 其实它会传进来一个东西 它会传进来什么东西呢 它会传进来 这个 第一个参数是 next Pops 第二个参数呢 是next State 那么我们在这儿来 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 打印出来 让它看一下 这个东西是什么 然后我们为了 不那什么的话 不影响它往下走 我们无论如何都return出 对吧 你要它能够那什么 next props 和next State 好 我们这还是 靠 constructor well mount 和deed mount 好 我们这里运行 运行的时候 你会看到 这个时间 因为它props 没东西 但是它deed prop 的时候 你会看到 它的a 已经变成6了 这个时候 是要射进去的东西 然后是well update deed update 而与此同时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 当前的这个东西 可以再看一下console 点log this. 啊 props 然后this. state ok 慢慢刷一下 鼠标 真的有的时候 跟不跟手 ok 你可以看到 在我第一次刷这个东西的时候 a已经变成6了 a在变成6的时候 其实来讲 这是新的 也就是新要改变的 next state 而老的 这是我打印出来的 老的这个东西 还是这个状态 它的state还是老的 也就是那 所以也就是说 事实上 我们会看到 从这个东西 我们会看到 在这一时刻的时候 next state 也就是当你去掉 set state的时候 设定一个东西进来 这个时候 新的那个东西 还没有更新到老的 也就是说 你在运行set state的同时 这个时候 this state的里面的a 还是5 而你加进去的这个数 现在在next state里面 在这里面 你做一次判断 如果说你同意 你处同意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这是6了 这还是5 这个6是谁 这个6是在set state里面 在next state里面 而在当前这state里面 还没做 当你这处以后 返回的处以后 那么它下去 在调用render的时候 然后state的数 才会被更新成6 能够理解吗 所以这个数的state 数的component update 其实给了我们一个 能够去控制说 我们要不要让这一次 触发这个render 触发这个 我们要去执行这个render 这个能不能触 能不能触发 是要触发 还是不要触发 这个是这个函数 整体的一个意义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其实可以 也可以打一个 console log 这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渲染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 你在这做完以后 它在这 well update 然后调用render 然后调用d update 当然你在这 可以把它变成false 你把它变成false 后果是啥 就是每次 它更新不进去 你发现了 它每次只在这 它压根更新不进去 而且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东西 已经被更新了 但是这个render 从来不被调用 看到了吗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是否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 它并不会影响state的价值 就是在这做完了以后 别管是true还是false state的都会增加 但是 我们会看到说 它不会调用render 也就是渲染了 这行一直没有出来 它不会调用render 也就是render根本就进不去 好吧 那么 到这为止呢 我们来做一个 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对于这个 nstate 因为它只改nstate的嘛 我们现在这样 我让它没两个数 跳一次 我怎么让它没两个数 跳一次呢 这样 我 我eve eve next state 点 a 因为这是a嘛 我让它除以2 这是得到它除以2的余数 当它真的等于1的时候 我们return true 否则的话 else 我们return false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会大概每两次 这数增长一次 而不是每一次数增长一次 那我们就能看到 看一下这个状态 第一次没涨 7 又一次没涨 9 8的时候 那个10的时候没涨 11 12的时候没涨 13 也就是说 我能通过这种办法来控制 1 0 10 2 6 适合 7 7 3 7 感谢观看